我相信過去這幾天 大家其實無論是透過主流傳媒 或者是大家的手機 或者是大家收到的信息 其實我們都是同人 領領了台灣的立法院的青年學生 是同呼吸 大家是不是 是 是 我們很關注 他們可不可以透過他們的勇敢 他們的堅持 將會影響台灣 上上下下的一個情況是扭轉到 我們也都和他們一起 在這裡看下 究竟他們的政府是怎樣回應他們的訴求 我們的內心是很希望 一個民選的政府是可以讓全世界顯示到他們可以 推心到聽民眾的說話 民眾的訴求 這個希望 這個希望 昨晚是被打破 昨晚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一個如果不是為服務大部分的市民 而是為大財權服務的一個政府 他都有他的特質 就是當關鍵時 他一定是毫不猶疑地 他在代表著 他在代表著 財權的利益 但是我們同時 也看到 人民 仍然是有他們的 堅持 他們沒有因為這樣被嚇唬 他們沒有因為這樣被嚇唬 在立法院的學生 和拿去支援他們的民族 仍然現在在立法會內堅守 他們是呼籲著 他們是呼籲著 大家不要因為 看到政權的血腥鎮壓 而有所退縮 因為 大家都知道 抗爭是需要付出代價 抗爭是請客吃飯 但是 某人 是希望流血 某人是希望受到傷害 但是當 時刻來臨的時候 他們是願意付出 這些這樣的 可能被傷害 可能是被剝禱 可能是被推倒之下 還要被拳牌 去打壓他們的身體 但是他們仍然堅守在立法會內外 我們今天在這裏 在很壓力之下 我們是 支援台灣的朋友 但是 我們同時 一定要明白 當我們和香港 要去爭取 我們的信念 是爭取我們要求的 真正的補選 民主 自由 等等 法治 核心價值的時候 我們同樣 我們同樣 可以 為一個 不聽民意 是用來鎮壓 是操縱 我們香港的一個政權 對事 亦都可以透過 而且我們現在已經看到 是操控警察 去作為 作出同樣的鎮壓的行為 當我們看到台灣的朋友 用力 堅持的時候 我們 其實都要操控自己 我們會為 我們爭取 保護 香港 可以去到幾盡 我們可以為 爭取民主自由 人權發展 可以走到幾遠 我們要做好這種心理準備 我們要 有這種 可以為 自己 和下一代 和將來 香港的美好 而繼續努力 我們要裝備自己 我們要在思想上裝備自己 我們要為香港美好的甜蜜 為我們自己美好的生活 而可以 抗爭到底的一種預備 所以我們今天既是在這裡 做聲援台灣的朋友 但是 其實也是在跟他們說 我們 也有我們自己的戰鬥 我們也有我們自己 張票打的一場硬撞 不單單是因為 涉及這些經貿上的問題 而是我們看到 我們走到香港 現在一天一天 其實 是在沉淪著 最近很多人說 不如走了 但是走 是不是一個 可以解決問題的 解決方法呢 很多朋友 上台說 都要去台灣 我們今天都看到 其實 遭出揚媒 一樣 一個不是真正為人的政權 無論是在哪一個社會 都是會 在必要的時候 出來鎮壓 有要求的人民 所以 大家不要再想 走 不想理了 逃避了 反而 正正在發生的事 是告訴我們 我們更加需要努力 為自己的地方 走出我們要走的路 為我們自己的地方 為我們下一代的著想 為愛自己 是堅持 奮鬥 抗爭下去 為強行人 聲援 同時為愛自己 準備